哈喽大家好,欢迎来到内涵电影,我是解说闲事电影的阿水,今天带你们看一部看完后隐隐有些蛋疼的电影,叫做《羞耻》,电影一开始,我们的男主帅帅就全裸的在公寓里闲逛,留言箱里有个女人一直让她快点接电话,但是她就像没听到一样自动忽略,随后她打开门,进来了一名硬招女,两人完成交易后,帅帅又忍不住和五姑娘来了一份。 帅帅其实是纽约的一名高级白领,她每天的乐趣就是靠一张帅脸,在大街上勾引陌生女人,有时候遇到自制力强的女人不容易上钩,但是大部分情况下,女人都是主动盗天,没办法,谁让人长得好看呢?一天帅帅回到家,发现于是里有人,她以为家里遭贼了,结果进去后发现是她黄头发的妹妹,而且小黄吃身裸体的面对她,两个人居然都没避讳,果然还是国外开放,小黄是失恋了到帅帅这儿住一段时间,而且 之前就是她一直给帅帅打电话,说来也奇怪,帅帅对小黄的电话挨大不理,但是小黄来了后,帅帅却换了一副态度,接着帅帅帅带上司去看小黄的表演,小黄是一名歌手,她在高档餐厅唱歌尾声,帅帅听着小黄的歌声居然感动得流泪了,另一边帅帅的上司老白,对小黄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,她当着帅帅的面光明正大的对小黄献殷勤, 回去的路上两人又当着帅帅的面热吻不断,更要命的是,小黄和老白在房间里动静太大,这让帅帅感到有些羞耻,不仅是因为听到妹妹的交喘声,更是因为老白其实是有家事的,最后她决定眼不见为敬,便出门跑步缓一缓, 第二天老白找帅帅谈话,原来是帅帅办公电脑里的黄片被发现了,好几T的小电影被删了个干净,最后老白评价说,真是太恶心了,自己的特殊癖好居然被人发现了,帅帅也只能默默的退走了,随后她在茶水间遇到了同事小黑妹,一遇到女人帅帅就控制不住自己,所以晚上她和小黑妹约会,两个人相谈甚欢,帅帅对小黑妹生出了别样的感觉,因为之前的女人都是见面脱裤子就开始,从没有这么长时间的深刻交流,最后帅帅送了个小黑妹的感觉, 小黑妹到地铁口,小黑妹满怀期待的看着她,结果这次帅帅居然没趴她,而是真的送她回家就结束了,回到家,帅帅在卫生间还是忍不住自己动手风衣足时,没成想被匆忙赶回家的小黄给撞见了,场面一度有些尴尬,而且小黄还发现帅帅在和一个身材火爆的美女裸聊,随后帅帅气急败坏的对小黄发火,小黄最后离开了,另一边帅帅也知道兴隐有些羞耻,她丢掉了整整一大包的黄色杂志,第二天帅帅拉小黑妹去开会, 帅帅是对小黑妹有好感的,结果关键时候她居然不举了,送走小黑妹后她又叫来了妓女,果然没有心理负担她才能重振雄风,晚上小黄回到家,帅帅说小黄是她的累赘,她要小黄赶紧搬走,小黄却说他们是一家人,应该互相帮助的,但是帅帅天生爱无能,她只想上陌生人,因为这样没有牵绊,说着她就丢下小黄到酒吧里勾引美女,帅帅说她会给美女恐上天,这句话像有魔力一样瞬间就征服了对方,她在美女的命中, 帅帅一摸,发现居然湿了,但是随后美女的男朋友出现,碰揍了她一顿,随后帅帅疯了一样和同性交配,这期间小黄一直给帅帅打电话,说帅帅再不接电话就见不到她了,但是帅帅就是不接,而且还继续找妓女快活,终于帅帅玩够了,准备回家,但是回到家,她发现小黄居然割腕自杀了,鲜血流了一地,随后帅帅把小黄送到医院, 幸亏抢救及时,小黄慢慢醒了过来,最后帅帅出了医院,她在雨中情绪失控地坐在了地上,好了,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,这部电影的尺度绝对是可以的,光是全裸的美女就有好几个,完全可以大饱眼福,不过题材有些清淡,看完后我有种不知从何而起的淡淡忧伤,帅帅对性上瘾,对爱无能,支持金护勇,只干陌生人,点赞。 就这样,我是解说闲事电影的阿水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